缅甸民众聚集到中缅边境 我国边防战士严防死守 这一幕让人肃然起敬 一强之隔隔开的是战争与和平 我们不是生活在和平的年代 只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中国 根据北京时间的消息 近日缅甸冲突不断 大批缅甸民众聚到了中缅边境口岸 网友拍到边防战士严防死守 别问为什么要严防死守 云南边境线的总长度 足足有4060公里 比昆明到哈尔滨的距离还要远 在没有大山大河等天然屏障的西南边陲边防人员 硬是用人墙筑起了一道道防线 他们守护的是边境线 更是我们的和平线 云南的孩子从小就要接受三生教育 生命生存生活 不能和陌生人说话 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更不能跟陌生人走 是每个云南娃娃必须学会的生存本领 也是他们的人生第一课 真爱生命 保卫边境 顽强抗争 更是克进他们骨子里的使命 云南的禁毒战线在1982年 到2022年的40年间 共60人英勇牺牲 300多人光荣富商 一张张不用打马的照片 往往是他们留在人间的最后一面 妹妹接过哥哥手中的钢枪 一家三代接力戍边的故事 在云南不断上演 没有手边人的负重前行 哪有我们的岁月尽好 一寸山河一寸血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希望他们永远平安